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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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色花海早期就在那边 新色區 右边就是 風源,新色區很漂亮 看左邊那邊很漂亮 你們有機會的話到新色花海 我們在那個染車 現在正在動工,染車 台中到大坑的,新色到大坑的染車 現在已經在動工了 可能一兩年就完成了 台中是唯一的染車 對 未來怎麼樣變更 我們還不清楚 像你們昨天住的古關 古關我就是到大雪山 以後我們坐染車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在一起載你們 坐來回都可以 那個轉航的,染車多久 染車大概要 40分鐘到50分鐘 40分鐘了 台北的貓染就要30分鐘了 對 跌省很多 對,這邊又比大門大又長 40分鐘 很漂亮,這邊都有染車 河灣山 因為下雪,我們車走不能開上去 染車可以上去 清淨到河灣山 那坐染車可能百分之百 那人山人海 對啊,清淨到河灣山 果農的用水 我們前面這個 14公里這個地方 我們前面右邊有一個富山巷 我們這個夏季上個月 螢火蟲非常多 有一個橫向溪 溪底裡面的螢火蟲 哇,很會撞人 有一次我載客人去看的話 哇,客人高興就不得了 我們這邊 每天都會辦一個螢火蟲劑 在這邊 螢火蟲非常多 因為這邊的水質空氣非常好 也沒有農藥成分 我看一隻穿山甲 很難得我來的好幾年 都沒有看到穿山甲 穿山甲非常大 它走路一合一百的穿山甲 你知道穿山甲它吃什麼 吃螞蟻嘛,對不對 它用什麼吃,你知道嗎 零,那個零,零片 穿山甲很聰明 它裡面打開以後 所有的螞蟻它有一個味道 所有的螞蟻都會跑到那個 穿山甲的翅膀裡面 翅膀裡面以後它會 它不是用舌頭 它吃東西不一次做 不是一次做一次吃 它會跑到有水的地方 它會把翅膀打開 所有的螞蟻都會浮在水上 它用舌頭一起添就好了 它很聰明 在穿山甲 就在這地方走 就好像後面 橫著馬路走 一搖一擺的走過去 我們現在林務局 有釋放一些農地給我們的農民 可以跟著 我們大家 各位貴賓菜一下 它這個林務局 釋放給我們的農民 是種什麼 大家猜一下 種菜的吧 我們林務局釋放 我們種竹子 竹子 現在做竹炭 竹炭內衣 竹炭花生 最環保它 我們前面右邊 這個就是大洞拍手 早期入山都在辦竹山鎮 現在我們都可以進進出出 弱映農場在左邊 弱映農場在左邊 我們最高的 最高的中華電信 我們在上去的說勢 可能有不太好 轉了一個彎就收得到 一個彎就收不到了 這中華電信最高的 現在都 我們都講這環保 不過這個林務局它可以 早期可以釋放外面的種高麗菜 現在都不可以的 現在都不可以的 所以住在這邊的居民 非常的幸福 有竹子 不過春天它有春筍 春天有春筍可以加 夏天有貴竹筍 秋天有冬筍 冬天有冬筍 所以整年上天都加了春筍 這很平的價值 這邊 所以今天我們到這個山項來 等一下我們午餐 看看有沒有竹筍 大家有沒有高興一下 看有沒有竹筍可以加 你們看應該有在想應該 應該是有了 孫的人家 孫的錢好 孫的 早期櫻架 鷹架就是這個 這貴族這個櫻架 用這個櫻架做的櫻架 早期櫻架 櫻架就是櫻架 櫻架就是櫻架 櫻架的櫻架 櫻架 我們這輪子轉一圈 一直上坡 一直上坡 一直上到2,600 我們從海拔300多公尺 一直上到2,600 這個竹筍就沒有人整理 你看就讓七八糟的 這邊 對我們的外匯也賺不少 我們早期我們的台灣鐵路 台鐵的站幫 也是我們的紅筷 我們早期我們的學校的書桌椅也是紅筷 還有我們這一年代的化妝台 有沒有 我們桌椅化妝台也是紅筷 現在都變成古董了 現在你要找這個紅筷 這個Many Key來做這個 現在幾乎少之又少 都依賴進口 依賴進口 我們這個臨路局的高山 大雪山上面 所有的數目都100%不能砍 也不能砍 也不能採收 現在規定都是這樣子 我們到這個山上來 一草一模 我們不要去摺它 也不要去動它 看一看就好了 這摺一下花草 關了七年 比前水扁還久 因為我們這個紅筷比國外的香 我們的金魚和紅筷製造的 國外比較香 現在葉劣大哥 現在很多山老鼠都最愛這個紅筷 這個大雪山 這條雪山林道也是日本人開的 很厲害 開了50公里 所以早期日本人開的 不是我們臺灣人開的 對 還留下我們的青山達建水庫 在你們昨天晚上住那個 虎關上去 火力化電廠 青山達建水庫 也是日本人早期開的 再是我們的新色白冷菌 冠怪用水 也是我們早期在石頭 日本人開的 所以日本人在 一看臺灣這個石頭 留下三個重大工程 到現在還正在用 十年一百年以後 看到樹園質 材質也很好 高山的材質也很好 在石頭上 想要把水庫 在石頭上 把水庫和田 在石頭上 山上 山西天 在石頭上 在石頭上 有空中 在石頭上 從石頭上 從石頭上 在石頭上 看完石頭 在石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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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好的话看得很清楚 我们的服务器也很好 我昨天上来整条路下大雨 下的都下的很大 下到大概11点多 到12点下午就没有下了 早期是那个点灰条 电线杆都是这个做的 现在都是用水泥柱 水泥柱现在又比较先进 都地下化去的 早期是可能 郑饼 下到 雨水泥柱 人在 人在 人看 都是扁不齁 它上面很漂亮 大概光舞以後才種的 我們這邊是民國74年 以前是岸馬山 74年以後 民國去的4年以後 才改回岸馬山遊樂區 來小朋友 這樣車的都叫小 其實這個道路只有一半而已 只有一半 都10尺度 專門用木材下山 就一半的動貨車用木材下山 每次我看到大部分都原始森林 這都原始森林比較多 看到都很漂亮 我們路況就是這麼平淡 在大型山路況都是平淡的 我們這50公里的路程 大概要有六七十個山頭 一直轉來轉去 大型山路管 大型山路管 我們這邊動物園很多 那個米猴 米猴山江 還有長州山羊 在黑熊我們在 來小飛 黑熊我們在前年的監視器 有照一大小 在我們收費在那裡有照到 從來以後就沒有看過黑熊 黑熊有一大小 這邊有黑熊 很少出來 黑熊剛好 老大你好 你誰都會回來 要是不是 pielçang 我的了解 還沒有出發 還沒有出發 對啊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